明星撞脸这似乎并不少见 不过从未整容更是出道20多年的两位大叔 撞了脸可就有点尴尬了 日前许志安就在球场被错认为杜德伟 跟被网友发照片上网指他态度差 这可让杜德伟很冤枉许志安很尴尬 也让许志安好友梁汉文狠狠地笑了他一把 我刚好在网上看到那个 我觉得非常的好笑 然后我就忍不住 我就留言 我就说杜先生 杜先生 你最近好吗 everything all right 你记得我吗 有想念我吗 我就留言在那边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那段是以前杜德伟的一段 一段很经典的广东歌的歌词 不过许志安与郑秀文甜蜜同居进行时 有点发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恋爱十年结婚 又五年的梁汉文自然也不甘示弱 9月8日在美容诊所开幕活动上 就坦言也有一位爱妻开一间美容宴 可是林友慧不是才爆出患上乳癌刚刚康复吗 这就让老婆辛苦工作 梁汉文也太不懂得脸上惜玉了 赚钱就不会上神 所以最重要就是他有心虚啦 有心虚就不会觉得累 那你得了癌症还心细赚钱 看来梁汉文感情再甜蜜 也难得许志安直接找了个天后富婆当老婆呀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